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个星座正好是从冬至开始 所以基本上比较寒冷的星座 那这个关键词大家看来是投资的部分 我们先讲射手座 吕蒙 有一个有名的话叫 事别三日当寡木相看 意思是这个人本来是个武夫 不读书 讲话都讲不出个什么东西 主公念他一下 念书 之后变得很有学问 射手座 我想问您 你以前历史到底考几分 历史 其实我通时都喜欢看 从小就是这样 你历史应该分数很高吧 对 我上来历史不太及格的好不好 是 讲那些历史 即使像研究这些也是因为我是心理系的 我喜欢数据 你念心理系 而且我非常理性 但我喜欢听闻嘛 看星球嘛 这很好玩 你看理性 我站在旁边 马上就说大概一半而已 这就叫理性知道吗 吕蒙 所以刚刚讲的射手座呢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接触得很浅 但投资麻烦让自己专业一点 当然你找专业的辅助你 那只是一时的 请让自己变得专业 多读书 让人家刮目相看 没错 你的钱就会增加 那摩羯座呢 就很简单 如同他的个性 摩羯本来就很爱保本 那所以请继续下去 摩羯不要做不安全的事情 然后把自己的一大块储蓄着 做其他方面的投资 风险性的小碰一点 那对摩羯座来说比较好 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水瓶座今年的偏财运呢 远比他挣财好 好好的工作呢 还赚不到什么钱 那过年可以去买呱呱乐了 对 我们马上就到这个时间了嘛 所以可以去搏一搏这个金钱运气的 水瓶座应该去试试 那双鱼座呢 跟瑞海有关咯 对不对 好好盯着 我的丈夫是双鱼座 这什么词啊 郭佳 这是一个天才军师 那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我们常常知道说常常讲说曹操曹操就到 曹操很快对不对 曹操的第一军师就是国家 国家呢讲得非常厉害 告诉他说打仗就是要兵贵神速 所以呢所有事情呢 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投资请快 很准那当然是必须 但是重点是双鱼座龟龟毛毛的 嘴巴讲得很快 行动做得很慢 慢吞吞的 对 就像可能老公满满的浪漫 他讲给你听 但是却没有做实际的行为 这样也不行 对 继续 记得 冰柜神速 什么事情想到就做出来 尤其是在钱上面 抓住这个点 对嘛 速度快一点点 叫你去做 赶快解决 那三分钟做得了 三天做不了了 好 第二号 接下来呢 工作的部分 哎呀我知道了 魁国大哥想要的池到我这里来了 他是射手座的 射手座 射手座 他不是射手座 射手座 对我射手座 因为他想要这个池 我知道 魁国大哥口口口之间应该说 应该把持久放在他的牡羊座 你以为大家都能持久吗 持久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讲的是 射手座工作都待不长 比较抗压性比较差一点 那身为这个行座 我要告诉射手座的朋友 记得啊 待得久就是你的 对射手来讲很困难 但是今年待着 其实我们在生肖上面 刚刚租 刚刚其中一个生肖 也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请你继续待着 老虎嘛 对老虎 继续待着你就会有突破 所以持久 我们这里持久 您不要想歪了 坚持 就是这样 在职场上 再来甄嬛 甄嬛 甄嬛 一系列的宫斗剧 是不是要玩很多的心机 这个星座呢 其实心机很多 不太想使用 但摩羯其实是很有玩心机的实力 请把你的心机用在工作上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水瓶座 所以请在工作上多使用心机 那我们接下来看水瓶座呢 就是跟你讲 任何的工作请跟着钱走 钱大的那个工作就是好工作 钱大的工作是什么意思 无论你要换工作啦 无论你是接Case 各种合作机会 请选择钱比较大的 对你来讲 投资报酬率比较高 收获比较多的 那么再来看双嬛座呢 圈圈 圈什么啊 工作上是一定需要圈圈的 双嬛座呢 在工作上呢 会有一些疏失 听不到的讯息啦 然后会经营不到的关系啦 所以你务必要跟某些人 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地方的小圈圈 他才有竞争实力 可是工作可以搞圈圈吗 双嬀不太喜欢这样的 双嬀虽然喜欢聊八卦 但他没有那么喜欢跟人 要绑在一个圈圈 但是你要跟一个圈圈的人 同仇敌忾 你在那个团体之中才有力量 我知道啦 结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双嬀座一定要把握这一点 安格斯 非常谢谢您了 你看口温大哥多捧场 他刚刚一直在看 口温大哥很信这个 我今天才知道 很信算命的啦 星座的啦 两集这个 包括连凯在讲 他都盯着看了 我稍微短短节语一下啦 十二个星座 从牡羊巨蟹 然后第二页 狮子天蝎 更来到射手双鱼 不论您在第一行的关键字 投资运 执掌当中 请记住哦 关键字记住之后 安格斯的提醒 很多的风险能够规避掉 很多的机会 您就抓得到了 说到要抓机会 口温大哥来请上来 昨天这么一讲 留个伏笔 和我心里一直揪着 到底年后 我看如果挑股票 挑股票是最重要的行情 又不是那么好抓 所以年后 请问选股方向呢 主流怎么看呢 好我想在今年2021年 非常重要关键的一年 它有很大一个操作策略 是跟过去以往不同 最大不同是说 今年的基期偏高了 风险开始加大了 那你很多投资观念 要立刻改变 第一个 如果你今年是非主流的股票 你一定要在相对的高点 一定要就退出 非主流 对非主流 那主流是什么股 大概会很清楚 非主流股一定要退出 太弱留强换股操作 今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做A咖不要做C咖 对千万要记得 第二个趋势的股票 看你手中股票 是什么哪一种股票 比如说我们讲 弱势股你就要跑掉 强势股可以继续操作 那什么叫做弱势股 就是趋势下降轨道的股票 这种轨道的股票 它叫做弱势股 这种股票就是1357 就赶快站在卖方 然后这种强势股呢 就要上升轨道走势股票 就反肢的反向的 那这种股票 你就沿着它 波段区间趋势来回的操作 今年一定要选择 趋势向上的股票 那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重心放在 强势的股票上 的一个操作观念 因为2021年股市 处于高档风险变数大 那国际性的资金呢 它会特别注意这种 好的标的题材跟安全性 讲得好 所以产业题材 基本面加的股票 是今年资金进驻的一个重点 因此 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我非常认同一跟二 跟您提醒 只要疫情今年依旧没消失 全世界美国 全世界各国的央行 都依旧会保持宽松 资金宽松了 狂印钞票 低利率 资金过度泛滥之下 我告诉你 没有好上加好 如果不是未来的重要的大趋势 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他们是不会买的哦 要挑对呀 对 而且这里面最重要就是 你要找那种流动性足的 它的财报营收透明度高的 规模大 而且是健全的公司 这种股票在今年度的第一季 会成为盘面的焦点跟主流 另外如果这里面的股票夹带 高配息的会成为主流中主流 这让我想到去年 还有包括了年纪 我常常帮您追追什么 因为国际资金爱进驻的 我们国内大概都把国内股票当中 好公司抓过来 编算成一个指数 您有ETF可以投资 比如说像ESG就是这一种 没错吧 对 完全正确 好了 客户大哥讲到 关键的巡股方向之后 赶快公布答案了 那么要挑什么样的好股票 记住第一季是一个所谓主身段 到第二季就开始所谓做一个修正整理 那在主身段当中 有没有看到这些股票 全部都是全职全重股 我念一下了 台积电 连电 联发科 鸿海 国聚 华邦店 里面好多护国神山群 都是全职全重 但是请各位注意 今年的股票操作会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是强者很强 新手追高 打败老手 可是今年不一样 一定要把每个股票的 所谓的它拉回的支撑 买点抓住 不可以在强的时候追 那本身台积电来讲 它在今年的一个电动车 HPC跟5G的迈向成长期 那它的产能是塞爆的 供不应求 刚刚讲的HPC是高速运算了 但是联电 联电今年业绩的期待 它这个产能利用率也是达到百分之百 那终端需求强 那么另外联发科 它与安卓5G的手机合作 试探率超过了大约达到百分之四十 那也打入了苹果 那也获得了所谓最大的 耳机的大单 那么鸿海的部分 因为它是iPhone上半年需求 非常的稳定 再加上鸿仔 鸿海切入了伺服器跟MIH联盟 这个所谓的一个发酵 鸿海电动车开放平台 对 电动车的平台开放 好 再来华邦店 因为它远距消费跟车用电子的需求 那么加上国际今年涨价的概念 5G车用 还有等这些所谓产业的需求 那记住我 我还是最后强调一个重点 今年这些股票都不适合追买 拉回支撑的买点 切入区间的来回应对 一个上升轨道的操作观念 去做一个操作是今年的操作重点 讲得真好 观众朋友谢谢您 从今年业绩期待各家公司 IoT Internet of Everything 所以物联网也是避走的方向 所以国国大哥说不追 策略应对把它做好 感谢您谢谢 请回座 规纳一下国国大哥今天的重点 字字句句都非常棒 先说了今年的主流 麻烦您做A咖 C咖就不要碰了 因为热钱会集中在 走出上升轨道的标的 理由很简单 因为国际都在这么做 资金极度宽松私下 谁会去追B咖C咖后面的呢 因为他们可能业绩跟不上 所以哪些的个股来请看 就是这一些了 各自今年业绩有期待性 确认一下以上结论 葵国大哥正确吗 完全正确 所以咯 葵国大哥 我帮他做的结论正确之后 也许您会想问 因为都已经封关了嘛 这些的股票上升轨道 守得好吗 还是横盘轨道呢 操作策略跟应对 不要急 最后压轴 回到香港之后 回国大哥 五档标的 全部都帮您进行检视 六档标的 还有哦 我特别情商他 台股不是跟韩国股市 有高度症相关吗 所以最后结语告诉您 我们放假日过后呢 韩股VS台股又是什么样的结局 马上回来了 六档标的并不多 可可大哥来请上来 我再次提醒你 可可大哥说 选股票在今年要做A咖 全部都是A咖 护国神山群 操作应对 我们就直接用K来替代了 2330来开始看 好 来注意看 现阶段的台积电 是不是如此的走势 你要记住 这种所谓上升轨道 我们就沿着上升轨道走 这种趋势股票 我们就沿着这种趋势股票走 如果没有意外 将来的台积电 还会走这一段 所以年后 台积电的679史高 还会再创了 我认为后面还会再过高 2303连电 好 连电目前 它也是在走这个区段的一个整理 大箱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在这个箱形区间正常整理之后 假使能维持产能的满载 到了后面的财报出来 一定会财务财报往上窜 那我觉得这些股票 突破性的可能都非常高 但是在没有突破之前 你也不要预设立场 就在这区间来回操作 2454连发科 好 你看到我给各位挑的股票 都是这种股票 各位 如果你看技术面现金 它都是这种股票 所以呢 哇 有你画到年后了 所以每一个阶段 只要在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大家都顺势操作 国家大哥要个答案 过完年之后 2月17号我们要开红盘 红盘之后的每一天 这礼拜三 这一天越期越选就要进行结算 我要说 当时在这一天之后开红盘 台股的最闪亮的一颗灯 会不会不是2330 而是2454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 987在封关的这一天 如果2454连发科 在开红盘的 而后一两天 冲到了这个价区 就代表大盘 一样会创新高 漂亮 听到了吗 再来2317红海 这些股票都是大底 刚刚起来的股票 您看大底 MCD KD 黄金交叉 这是月KD 黄金交叉 MCD才慢慢柱状底涨大 所以这些股票都会比较快 再来滑邦店 滑邦店基本上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股票 几乎我们看到都是这种类型的 所有股票都是这种类型 但是我刚刚各位强调过 如果这个阶段 在这区间的过程 请注意 这个地方并不适合追买 但是这个地方 要勇敢的站在买方 最后一档 国具2327 好 国具的话 年后也会有所谓缺供 跟爆量的利多 爆价的利多 但是各位要注意 它的一个所谓股价 如果基期是属于相对高档 就要回过头来考虑 它今年的配息 能不能支撑它未来的走势 因为怕它股价一直创高 估计资历率被拉低了 所以六档标的帮您检查完咯 年后的操作 把握住高科威大哥 定您的大原则 但是还要大环境好了 说到大环境 因为上昨天的特别节目 科威大哥说 还是要盯着韩谷 帮我从这张来看 年后的大盘下个节语咯 好 我想在这个地方 即将要做新春开盘的动作 这阵子过年过节 终究是即将要结束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 美国盘最后的结果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台股的第一个高点叫16238 第二个高点叫16041 有没有看到 韩谷的第一个高点叫3266 第二个高点叫3212 因为韩谷是领先台股的大趋势 所以未来你要知道台股 会不会过16041高 你先看台股3212 韩谷3212会不会过高 这样对韩清楚吗 因此在这你看韩谷现在位阶在这 台股是不是偏高 所以我觉得新春开盘之后 台股会有一个短线 会有一个比较修正 会跟着它同步而行 但未来大方向 我们要看这个变数 感谢奎谷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辛苦他了 因为年后的六档指标股 刚刚K也扫描过 但是年后还是要多盯着 韩谷股是3212 能不能过 如果能过台股就会平创 历史新高 不过讲到这个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选股方向刚刚结论过了 就是长这样 提醒您两集特别节目 接下来大家就要放假去了 2月17号 我刚不是讲吗 2月17号礼拜三开红盘 红盘怎么做 十几天国际股市涨怎样 不知道不知道 没关系 前线本法提早一天上班 帮您在2月16号 全员就定位 而且呢 特别节目当中 两个半小时 帮您看 到底呢 放假时间 国际股市 什么的变化 什么的利空 什么利多加长 都在前一天 2月16号 前线两个半小时 帮您掌握开红盘的 所有该知道的重要事项 导播再次帮我派一下贵宾 三位专家谢谢您了 帮我们掌握到了 今年2021 星座 生肖 台股的趋势 跟选股方向 当然更要感谢 两天特别节目 您的收看 再次祝福您 牛年身体健康 平安 快乐 事实顺心 投资顺利 希望来年 大家每一天 过得都更好 祝福您了 当然要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